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有专门养生的这种论述 就说我们春天你养肝 洗调打 你看这个树都已经长出新叶来了 长出新枝来了 它也是一种舒畅和调打 而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作为人 我们的肝脏对应着木 对应着春季 所以那你也应该让自己舒畅调打 所以他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嘛 叫做这个春季养肝 叫劈头散法 这个闲庭信步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你这个头发都不要扎辫子 你要把头发都披下来 这个披下来它也是一种舒畅和调打 它其实也有利于养肝 而且呢所谓这个闲庭信步 批发缓刑 其实也就是说你要把心态放平和 不急不躁 这也是一种养肝 那么春天呢 就是说这个天地巨生 干暑木与这个春对应 而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注意 喜调打 而勿抑郁 就是你千万这个时候 别抑郁 别压抑 别焦虑 别生气 这个时候 你的这些的情绪 其实它对肝脏都是好的 大家你要想一想 说这养肝 难道说只是这一个季节吗 如果只是春季养肝 那你夏季呢 对吧 夏季虽然也有夏季 对应的这个丈夫 那你夏季 难道就不需要养肝了吗 秋季不需要养肝了 冬季就全忘了 是吧 所以大家千万别忘了 你全年其实都需要养好肝 你夏天秋天 你脾气暴躁 它也伤肝 你冬天 你如果你是不注意 你还胡吃海喝 那你其实也是会伤肝的 那中医呢 也有论述 说肝为将军之官 谋虑出演 就是你这一个人呢 你有谋虑 其实那就是 也是说明你刚好 中医他认为是说 一个人的脏腑 跟一个人的情质 它是一个互相影响的关系 那么你比如 我随便在这里举个例子说 说咱们有的时候会人说 说这个人呢 他脾气就直 这个人呢 沾火就着 他就是这样的脾气 大家 那你了解了 今天你学完养肝 你就应该知道 这个人他沾火就着 这个人他本身就是脾气急 心直口快 可能他其实也是跟他的肝脏的机能 密切的对应 如果他肝不好 他也容易脾气更急 他也容易沾火更着 就是互相影响 另外呢 还有一个 肝呢 煮藏穴 煮疏蟹 那你说是不是只有春季需要疏蟹 夏秋冬都不需要疏蟹了 我觉得也不是啊 那另外还有一个 你看这忠于皇帝内经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 人沃则血归于肝 就是你不躺那儿 这个肝血 这个血 它不入肝 而你躺下以后 这个血 它才到肝脏里面 去经过肝胆系统的这种解毒 大家你去想 你说这一年你什么时候需要解毒 难道只是春季需要解毒吗 是不是 其实你每天都需要去解毒 你如果不躲 你看我们今天现代人 睡眠 是吧 晚睡 且不爱睡觉 你不躲 这个血 它就不归于肝 所以你就不容易解毒 你就会发现 晚睡的人脸上就容易长痘 晚睡的人 他就容易长斑 他心情焦虑 他就容易 这个皮肤上也会有表现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不躲 他不入眠 所以他血不入肝 他就不能够很好的排毒 那另外呢 还有一句话 叫肝受血 耳能是 就是你这个眼呢 你得有肝血的这个充盈 他才能看见东西 大家你有没有发现 人到了这个五十啊 我现在 我今年就五十了 然后呢 我到这个年纪 你就会发现 有的人眼就要花了 那当然我觉得我还好啊 我还没花啊 可能是因为我这个 常年还是比较注意这个保养的 那为什么到这个年代 年纪 他就容易眼花了呢 那其实就是因为 他到这个年纪 他的肝血亏虚了 肝血亏虚 眼睛 目 没有足够的血 来去充盈他 所以他看东西就要花了 所以老花眼 老花眼 如果你肝血充盈 你可以不花眼 还有你比如说 我们今天 大家你会发现 跟你以往的生活方式 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 早先我们没有这些个电子设备的时候 我们是看书的 我们是看杂志的 所以我们看的都是反光的物体 而今天我们又有电视 又有iPad 又有手机 又有电脑 你发现你都看的是发光的物体 现在都是 以前可能还是看这么一个文档 是吧 看个新闻 现在不是 现在都是视频 快速的 视觉很鲜艳 在这跳来跳去 今天都是打游戏 很多人半夜熬着夜去打游戏 本来到半夜 你就该养肝了 不养 不养肝 不让这个血归于肝 同时我还要去看那些个闪闪的动画 闪闪的游戏 跑来跑去 一个小人在那跑 你注意 这些都是非常伤肝血的 因为你怎么能够看见这些小人在这跑呢 怎么能够看见这些个子弹呢 什么东西在这飞呀 那是你靠肝血在看呀 所以它是伤肝血的 还有足受血而能步 就是你没有血 你有脚你都走不出去 所以你就看出来那些个半身不随的人 为什么 他是经络被淤堵了 所以他卖不出 有脚也卖不出步 长受血而能握 如果没有足够的血 你伸了手也是抖 所以大家你就看见老年人 你就是有手 他还是在抖 就是所谓帕金森 是吧 还有什么小脑萎缩等等 他其实也是这个原理 只受血而能射 射就是捏 捏豆子 是吧 我捏一个笔 我写 人老了以后 你再写字就抖抖 多多缩缩的 那为什么 就是你干血不足了 所以你这个手也抖了 所以大家你去看 你说我说的这些东西 其实哪一个应该说都不是春季的 大家同意吧 应该说都是你全年天天都要做好的事情 那好了 那春天为什么强调呢 是因为春天的效率高 春天是个最适宜的季节 但是你全年 你可能不像春天就那么强烈的这个关注度 但是每一天都不能忽视 所以这你就体会出来 我们为什么要及时的推出来 这个营养健康一加N的常课会 要把护肝的这个需求加进来 如果你还是三个月的这个护肝 那你为什么要参与这个六个月的这个常课会 你就不理解了 对吧 但是因为你就要知道 你这一年都需要牟绿出烟 你这一年他都需要这个藏血解读 煮书泻 你一年都需要这个木兽雪儿 能是这个足寿雪儿能行 然后这个长寿雪儿能木 所以那你就知道 哦 我不仅我要在这六个月里参与 那我可能我后续到六个月结束 我还得再参与后六个月 大家你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意识 那所以这从这个意识 我就再强调一遍 营养的补充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全面加长期的这种观念 因为你只有是全面加长期的 它才是一个大健康的正确理念 而如果你没有这个全面加长期的这种预防的理念 你会发现 我就算是把这常课会摆在你眼前 你也是当成个治病的方案在吃 所以你体会不到它的好 我在这多知出来 我举一个例子帮助大家理解 你比如说 刚才我说了护肝了 我希望大家能理解 你护肝不是短暂的春季的问题 是个长期的问题 那么我再说一个 你比如说吃鱼油 如果你有长期全面的这种预防心血管健康问题的观念 你就会发现你吃鱼油的目的是什么 即使我今天我是一个有高血压的人 假设说我是一个有高血压的人 如果他没有这种观念 他吃鱼油 我跟你讲 十个里面可能得有八个人是当成降压药在吃 大家想想是不是 是他吃着鱼油 吃着茶足 吃着卵磷脂 他是希望你能够尽快把我血压降下来 然后你最好能够让我把药停了 他也知道药伤肝伤肾 所以我不吃那些药行不行 我就吃你鱼油 茶足卵磷脂 加政府没Q是行不行 这是他的理念 你注意这是治疗的理念 而我说我也吃鱼油 我没有高血压 我没有心血管的问题 我从30岁 我30岁进公司 我在今天公司工作了20年 我到今天50岁 我坚持用鱼油 我记得我30岁的时候进公司那会吃鱼油 那同事都很奇怪 他们就是很说 说那个除除我 拿着手指除除我 说那个你有高血压吗 你就吃鱼油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公司免费提供这个 给营养奖师免费提供这营养品 你才吃 那意思就是你不花钱 你买的你才吃 我说不是的 当然我跟我的同事没有详细的去解释 但实际上我内心里是什么 是因为我要保护好 我尚且健康的血管功能 和心脏的功能 不管我有没有高血压 我终究体内还不是每一个血管都坏了 我还一定有很多的好的血管 那难道那些血管不需要保护吗 我即使今天有高血压 有冠心病 我已经有了血管 已经坏了 那我还有一些脑血管好 还有一些心血管好 还有一些肾脏的血管好呀 那那些好血管 你不需要用鱼油茶足 卵磷脂这些东西 来帮你保护好它们吗 大家想 如果你想这个健康问题 是站在这个角度想的 那你就知道 你为什么要常年的去坚持 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使用鱼油 使用茶足 你为什么每天早起 你那个营养早餐的时候 你要忘不了就要加一勺这个卵磷脂粉 是吧 所以你就发现这个时候 你对一加N营养健康 这样的一个常客位的解决方案 你就会有不一样的认知 而这是基于正确的健康观念的认知 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健康是长期的事情 而治病才是短期的事情 而今天大健康的时代 你会发现大健康和健康有什么区别 有好多人这么问 说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我跟人家说 我说我是从事大健康行业 那人家马上就可能又产生有个问题 说大健康跟健康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你说你如何简要的解释一下 我就这么说 我说我认为大健康和健康 最大的区别在于大健康更强调预防 它是个预防的观念 如果你没有刚才长期预防的这样的观念 那我觉得你对大健康的理解就还不够深刻 所以今天你说健康中国的2030的战略 大家也在各处都在提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战略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决定健康的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说就是健康的观念 一个人没有健康的观念 大家你记住 你就算是给他了 把健康的产品一个一个摆在他眼前 他也是当药吃 他对他的期望 就是当药一样的这种期望 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 这个对营养品理解也是非常不正确的 所以我不管在任何的场合 我都会利用各种机会 跟大家讲健康观念的重要性 因为我的观点是 健康观念是基于一个人 家庭责任感而产生的 如果一个人把健康直理解为 是自己个人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是自私的想法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强调 这个家庭健康管理员 这样的一个称呼 我觉得这个称呼真的是一种荣光 因为这个管理员一定有良好的 家庭健康的责任感 以后有机会 我觉得我去线下也好 我还是在什么专门讲健康观念的时候 我可以给大家一一的展开 我再来跟大家说 今天讲护肝 我就不在这里再去展开了 总之我想告诉大家的 就是当你有了一个正确观念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从健康到疾病 如果我们说一个人的一生 他终究是健康是起点 疾病是一个终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实际上 营养 中医 西医 药物 它其实是在不同的阶段 来帮您呵护健康的 大家你在这里面 你却看出来 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的消费者 在问我们的时候 说我这个问题 我到底是吃药 我还是要去吃营养素 其实在我看来 这个问题一点都不矛盾 你就算是这个人 现在是吃着药 甚至这个人 就是他已经住在医院里 有手术 那他不也得吃饭吗 不也得吃营养吗 对吧 然后你就算是 用了西医的手段 你在医院里 也可以结合中医 一起去使用 这完全都没有矛盾 我们国家几十年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一直在强调 中西医结合 今天只不过我们 把这个营养素 变成了你在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上 在你的生活方式上 再给你进行一个调理 我觉得这不就是更全面吗 不更好吗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有的人还担心说 那你这营养素 这个 能不能跟药一起吃呀 你这个营养素 是不是有依赖性 他这样去问这个问题 实际上他还是把这营养素 当药片 我再次的强调一下 营养素 不是药 只不过它做成这个形状 它是从食物里提取出来的 这个食物的 有价值的精华 我们把它做成了这个形状 这个片状 这个胶囊状 让你用有限的颗粒 你就可以吃到高效的营养 就是这个目的 它跟药物 跟中医 没有任何的这个冲突 所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 营养健康的观念 大家千万不要再混淆了 好不好 好了 刚才说完了这一段 观念也好 这个春季的全年的关系也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到我们护肝的这个专题上 因为大家在这个朋友圈里 转发的时候 就是说 都说肝脏是沉默的 沉默的肝脏 肝脏是哑巴 那我想说 那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说 说为什么肝脏是哑巴呢 然后大家你去想想 你说如果咱们肺 受到威胁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其实这个人一定是咳嗽 对吧 你还别说你受到外界的 这个 这个有毒的物质的威胁 你就是喝水 呛了一口 立马这个肺就得咳出来 把这水里打出来 所以肺 它虽然焦弱 但是它不会沉默 胃也是一样 你今天吃凉了 你今天吃辣了 你自己会有一点感觉 但是肝脏不会 我们很少有人感觉到说 我肝脏疼 你胃疼有可能 肚子疼有可能 是吧 然后你咳嗽有可能 但是你肝脏几乎没有什么反应 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 因为肝脏 它有一个强大的储备功能 什么叫储备功能 也就是说 这个肝脏啊 它给你剩下百分之二十的肝 剩百分之二十的肝 基本上这个人就能完成全部肝脏的工作 我说到这里啊 我估计好多人呢 就开心了 说哦 原来这个肝脏这么 这么好 是吧 就剩百分之二十还能做这个全部的工作 那我就不用太珍惜它了 我跟大家说啊 你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其实这个问题所反映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 你的肝脏 坏不到百分之八十 它都没反应 而且这个问题还说明 当你的肝脏出现反应的时候 你一定是大于百分之八十的肝脏都坏了 你得这么看这个问题 这才叫沉默的肝脏的理解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肝脏的这个啊 这个百分之二十的肝 能够完成肝脏的这个作用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生理现象 我上大学的时候 专门要做动物实验 把一个动物放在那儿 把它的腹腔打开 把肝脏找出来 然后你就要一根一根的切断 这个动物的肝脏的血管 你会发现 当你切百分之五十的肝脏下去的时候 阻断了这个肝脏的 百分之五十的血液供应 这个动物根本不会出现任何肝脏的问题 然后你再掐掉一根 百分之七十五 还不出现问题 当你再掐掉一根 达到百分之八十五 你就会发现 你记录一所导出的这个肝脏的 这个动物的这个肝脏的功能 出现剧烈的波动 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们人也一样 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当你真正的出现了 比如说肝脏有什么表现 肝脏不好有什么表现 肝趋痛症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说一些个 生活当中的这些个小贴士 来帮助大家发现一些肝脏的问题 就像我们今天大家都去做肝功能 肝功能里面它有一张表 对吧 骨饼转胺煤 骨草转胺煤 白蛋白 球蛋白 是吧 然后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碱性磷酸酶 什么甲胎酸 等等 你就这一列列下来 你会发现 当你 这个肝脏坏到百分之八十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转胺煤的增高 转胺煤 一会儿我有机会 我也会给大家讲 它是一个重要的反应 肝细胞破裂的 一个重要的指标 当你肝细胞破得多的时候 那你整个这个肝细胞里面的转胺煤 全部释放出来 到血里面 所以你去看那个肝炎的人 那转胺煤 正常应该是零到四十 当它发生肝炎以后 肝细胞破裂 它的甚至都高到四百以上 十倍十倍的往上翻 所以这个时候对健康的威胁是很大的 那么大家你就应该通过这个原理 就应该知道 我们不能忽视肝脏的健康 如果一旦肝脏对凝血因子的合成减弱了 早晨刷牙都开始流血了 那你就知道 你这个肝脏的影响已经不止百分之八十了 肯定要大于百分之八十 凝血因子的合成都已经出问题了 还有的人有肝掌 我不知道大家你们知不知道有个肝掌 就是这个人 就是这个人的这个手 你一伸开以后 自己没事在家里 你就可以打开看 有的人 靠小手指这边叫小鱼记 靠大拇指这边叫大鱼记 就这两块肉 这两块肉 第一 瘪 刚好的人这两块肉 有肉 有肉 刚不好的人这两块肉都瘪 还有一个 上面有红点 红点 这手扇出来红红的 它不是整个手红 就这两块肉红 上面有点像 就暗暗的点 边界不清楚的 那是什么 那就是肝脏 对雌激素的这个灭活 减弱 你一向 如果男性的这个手 出现了这样的 这种肝掌 那基本上 他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也很高 所以你就会呈现一种 什么样的一种体型状态呢 你们有没有见过 有的男士 胳膊也瘦 腿也瘦 就是个大肚子 见不见过这样的男士 现在有很多啊 这个 这个 跟我的这个同龄的 尤其这个50岁往上的男士 就会容易这样 腿也细 胳膊也细 还弄个大肚子 这个 你再去看看他的手 很有可能就会存在一些 肝功能的 这些个不好的问题 但是 你注意 此时此刻 他去测肝功能 还不一定有问题 为什么 沉默的肝脏 他的问题 还没影响到80% 可能60% 70% 都有可能 所以 我在这儿 就是要提醒大家 不要忽视 肝脏的这个健康 而生活当中 你 你哪些因素 会伤肝呢 大家总觉得说 说我这也不会拿刀 不是拿东西磕着碰着 是不是磕碰了会伤肝 不是的 其实是吃进来的东西 但吃进来的东西 它怎么叫伤肝呢 我告诉大家 大家都知道 肠道 肠道 这个吸收的各种营养素 然后进入到血液系统了 我们被吸收 这个营养素被吸收了 这个大家都能想得到 但是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知不知道 说肠道吸收的 这个营养素 先去哪呢 所以大家 可能没听说过一个名词 叫做门静脉 门静脉 肝门静脉 都是这个词 这个静脉就是说你从肠道吸收的血液被先是被门静脉吸收 这个门静脉通哪我告诉大家就是通肝脏 所有从肠道吸收的东西 第一站去哪就去肝脏 甭管好的坏的 甭管有用没用的 甭管是食物还是药物 甭管是酒还是什么 那种粮食 从肠道吸收来以后 直接先奔通过门静脉去肝脏 到了肝脏里面开始解毒 先把里面的毒杀一拓 所以大家你就会知道了 既然它这些个吸收的东西 甭管有毒没毒第一站先被肝脏 所以肝脏绝对必须有强大的解毒功能 如果你吃这个东西它能伤肝脏 根本没有抵挡 什么 喝酒 喝酒 大家喝酒 今天我也不能说大家一点酒也不喝了 但是你可得知道 一个五十 五十克以上 一两 一两白酒 我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有点威严耸听 但是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比方 一两白酒相当于一次肝炎 为什么 因为它要在肝脏里代谢 对吧 然后另外再有一个 那你说 还有很多人长期的要吃降血脂的药物 为什么我们说我们 你用这个心血管健康好 这个用营养素来保护你心血管健康好 是因为那个心血管啊 糖尿病啊 这都属于终身性的疾病 它得用长期坚持用药物 每天血压都要控制在一百四九十以下 每天血糖都要控制在这个七以下 那你这天就得吃药 你甚至顿顿都得吃药 那你怎么办 你这些药物上哪代谢 所有的药物从肠道吸收以后 口服药物 第一站先被肝脏 奔到肝脏 对肝脏就是一个压力 那这不就是 所谓大家你们去看我们的护肝片上 说化学性肝损伤 一听这词啊 大家觉得化学性肝损伤离我太遥远了 但实际上你说这化学性肝损伤 什么是化学性 那酒精乙醇不是化学性吗 你吃的那些药物不是化学性吗 对吧 然后还有你你呼吸的这个 空气里的什么什么这些个 什么甲醛的有机挥发物 这不这不都是化学因素吗 对吧 那这些也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食品的安全 今天食品安全问题 我就不展开说了太多了 而这里面我最想强调的 伤甘的利器是什么 就是黄曲煤毒素 一说这词呢 大家就觉得生活离你太遥远了 我们不会接触黄曲煤毒素吧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这个黄曲煤毒素在哪呢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吃的 穀物和坚果 你比如说我们国家有那么一个地区 是哪我就不说了 那么这个地区呢是我们国家的肝癌最高发的地区 也是世界上肝癌最高发的地区 结果去做流行病调查 发现为什么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肝癌的发病率就这么高呢 结果发现当地有一种储存粮食的习惯 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粮食很宝贵 他们那个床不是床架子 是床箱 是个箱子 然后把它捣着把它铺在那个床那儿 然后等于人就上面铺个褥子 睡在这个箱子上面 然后粮食放哪呢 存在箱子里面 这样人往上一躺 这不就又睡觉又保护粮食了吗 对吧 你又是老鼠 别说小偷来偷不了了 你老鼠一弄 我都能听见 我都可以及时的赶走它 可是这种生活习惯导致它储存在床箱里的米面容易发霉 容易污染黄曲煤毒素 而这个黄曲煤毒素 注意啊 它的最大的危害性在于什么 在于加热不分解 因为我们老百姓呢 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不管有什么毒素 我煮肺 是吧 我这个饭坏了 搜了 我腾腾它 热热它 我不是能吃了吗 我再把这个粥 剩的这粥或者什么 我再煮煮它 它不就没有细菌 杀菌可以 但是杀黄曲煤毒素 杀不了 受热不分解 而发霉的玉米 是吧 然后还有那些个烂的水果 我们有好多老年人呢 那个水果那橘子发霉了 把那一半扔了 剩下还好 继续吃 但是你眼睛看不见有霉 不等于它上面没有霉 大家一定记住这句话啊 你眼睛看不见有霉 不等于它没有霉 你比如说还有 我们世界上 发现这个黄曲煤毒素 对这个食品的污染最典型的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曾经有一个国家 发生了什么呢 发生了这个序幕的 这些动物大面积死亡 几十万只动物 瞬间死亡 最后查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这些动物吃的饲料 是被黄曲煤毒素 就是发霉的花生 几十万的动物瞬间死亡 大家你想想 我们吃没吃过发霉的花生 我们吃没吃过发霉的瓜子 磕瓜子磕出来 因为这个瓜子有点苦 哎呀 吐了 吐了 你这嘴里还有没有黄曲煤 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忽视 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些个污染啊 比如说花生酱 其实我也爱吃花生酱 但是我不敢买啊 为什么不敢买 你哪知道那花生酱 它那花生里面有没有黄曲煤毒素的污染呢 是不是 今天还有很多用坚果做的这种零食啊 小吃 你哪知道那蛋糕里面有没有这个这个 瓜子花生啊 莫德粉啊 杏仁莫德粉等等这些 是吧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脂肪肝 我刚说了 你这个肝脏肝细胞受到影响以后 肝功能衰了 衰减了 衰减以后 它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是它肝脏里合成的脂肪运不出去 送不到肝外 所以你这个肝脏合成的脂肪 在这个转运过程当中出现障碍 于是这个脂肪就停留在你的肝脏里面 那么慢慢叫什么 就是脂肪肝 今天大家你去看 我们肥胖的人有多少 就算肥胖的人不增加 不就是肥胖的人除此以外 还有一些看着不胖 但腰围增加的人 腰腹围增加 是我们内脏脂肪的一个直观指标 而内脏脂肪的增加 很大一部分就会引发脂肪肝 所以脂肪肝 跟高尿酸就是痛风 高血糖和胰岛素抵抗 以及高血压 这是四联四联的我们叫做肥胖的代谢综合症 所以今天你去看超重的人 很多体检都会查出脂肪肝来 这个脂肪肝最常见的 大家你们因为没有打开过人的腹腔 看见过那个人的脂肪肝 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吃过鹅肝 鹅肝就是人为的制造了一个动物的脂肪肝 你看那鹅肝吃的时候美味 为什么那么美味 因为鹅肝里的这个脂肪含量很高 是脂肪的香味美味 那鹅肝是怎么制成的 那就是让那个鹅不动 把那个鹅固定在那儿 让它养的时候根本就不动 然后拿一个管子给它塞到那个鹅嘴里面 然后这个管子里面自动的就喷出各种高脂肪的食物 喷到那个鹅肚子里面 然后你还不能动就让它消化 还没等消化再下一顿 一天喂多少顿 高脂肪的食物 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最后把这个鹅的那个肝的生生的弄成一个脂肪肝 所以你去看那个鹅肝的生产过程 你抛开这个鹅的肚子 整个这个肚子里面肠子都被挤到一边去 就是一个白白的 本来肝脏应该是红色的 酱红色的 是吧 我们都吃过那个猪的肝脏 这酱红色的一个肝脏 结果里面充斥的都是脂肪低 结果那肝脏根本就不是红的 是粉的 甚至是米黄色的 大家你去想一想 如果肝脏都到这种地步 多么可怕 对吧 再加上现在你不仅是有脂肪肝 有脂肪肝的人还要熬夜 我还是那句话 注意 这些生活习惯跟脏腹的健康 它都是互相影响的 大家一定记住这句话 是互相影响的 什么意思就是说 你熬夜是会伤肝 但是请注意 肝不好的人也愿意熬夜 因为肝不好的人 他本身的生活习惯 就是昼夜的倒错 大家你们没有见过肝癌的病人 生活中很少接受肝癌的病人 但是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 我抢救了太多的肝癌的肝硬化的病人 而他们的典型生活习惯是什么 就是昼夜倒错 你到晚上去病房且不睡觉了 而且他到晚上他还要吃东西 所以你去看肝硬化大出血的 经常就是尤其我做这个专业 经常半夜被拉起来去抢救肝硬化大出血 为什么 就是他忍不住 他不睡觉 不睡觉他一会饿了 饿了之后他就想吃点东西 吃的东西弄不好 硬了一个硬片 把食管里凸张的静脉划破了 然后去抢救他 所以我愿意多说一点 愿意把这些个生活中的这些个例子 大家不一定常见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借这个机会 希望大家引起足够的重视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肝脏它本身是一个高负荷的化工厂 你就把肝脏理解成是一个 你体内的重要的 就是这个最大的化工厂 它是你代谢的中心 脂肪代谢 蛋白质代谢 碳水化代谢 你都是在这代谢 解毒也是这是中心 蛋白质的合成也是中心 你的抗体也是在肝脏里合成的 肝不好 你的抗体也合成的不好 你给了那么多的蛋白质 是吧 我们都说优质蛋白吃多了 抵抗力增强 为什么 抗体原料充足 但是你可别忘了 你那个抗体在哪合成的 同志们 是在肝脏合成的 肝不好 广给原料 没有生产线 也不行 所以 这就是当年肝脏的 准确的全面的描述肝脏 这也是 以前的这个硕士 考硕士的一道大题 一道大的问答题 而我们今天 中国是一个肝病的大国 我们应该说 世界上的 这个大部分的病例 肝病的病例 可以说是聚焦在中国 那至于是什么原因呢 那我们当然也不去深入的去分析它了 那这个也确实是我们健康中国战略里 需要去解决的 长期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当然了也有跟这个乙肝病毒的这个感染密切相关 因为我们今天的乙肝的这个病毒的携带率 在我们国家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今天说说有 每三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有肝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调研的数据 我觉得它也是准确的 所以从这里面大家就知道 千万不要认为我今天没有肝脏的表现 我就没有肝病 不是的 那是因为肝脏是沉没的 是因为这个人很有可能 他的肝脏还没坏到80% 所以他没发现有问题 那么在这里呢 我呢有这么一个小贴士 大家呀 你们可以把它截屏截下来 而且呢 如果你们记不住 我在基础班里面 也有关于这个健康自测的这个四看四问 敲一敲的详细的解释 我们的长知识学院营养系 就是我们那个爱挑战星球里面 也专门有这样的一集 可以让大家去打卡学习 为什么我特别要讲这个呢 要总结这四看四问敲一敲呢 是因为大家你发现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去做肝功能 如果这个人的肝脏还没坏到80% 他测肝功能也发现不了问题 而在这个80%的这个以内 有什么方法让我们早一点发现呢 所以中医里面有解释 中医里面因为有一个肝经 肝经从大足大脚趾 大脚趾跟二脚趾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就叫太冲穴 太冲就这个阶缝这儿 从这儿开始一直往上走 走到眼睛这边来 走到这个这个脑子这边来 从脚到头这是肝经 所以他就认为说 说整个这一条肝经上串联的这些位置 如果你早期出现了肝的不好 它都会有一些相应的表现 这样呢就有利于大家 在日常生活当中 及时的发现自己这个肝脏肝经 是不是存在一些健康的问题 你比如说肝经走在哪 我们先说眼睛能看见的 肝经走于两病 两病 所以人老了你会发现 哪的头发鲜白呀 两病鲜白 肝气亏虚 肝血亏虚 两病鲜白 同时肝经呢也影响两个颧骨 所以你会发现爱生气的人哪容易长斑呀 两个颧骨容易长斑 而肝脏开窍于木 开窍于两个颜 木受血能耳能是吗 所以肝不好的人 眼有什么问题 眼肝眼色 所以你看是疲劳 我们说你用点保明 是吧 保明里面有枸杞 对不对 那原理是什么 因为枸杞能补肝血 能滋肝血 所以它能够让你明目 是这个原理 然后还有你比如说像眼睛的问题 大家感知病 事物模糊 看东西昏花 眼肝眼色 是不是 然后卫光修明 什么叫卫光修明 外面太阳太大 你会发现不戴墨镜 眼睁不开 不舒服 黄眼 迎风流泪 外面风一大 一吹眼睛容易流泪 那人老了容易这样 这都是肝阴不足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肝脏 其滑在爪 这个爪子 中医的爪子就是指我们的指甲 所谓 说其滑 什么叫滑 就是肝脏好不好 它的光滑体现在哪 体现在爪 指甲 所以大家你就可以看 说一个人 指甲光亮 有光泽 平整 就说明他肝脏好 而肝脏不好的人 指甲 坑坑洼洼 然后什么什么 横条纹了 竖条纹了 然后而且 留长指甲的人 肝不好容易断 容易脆 所以大家你就去看这些 这是容易用肉眼 大家就看见 还有一些肉眼看不见的 就是问 你要去了解它 比如举个例子 肝精巡行于这个嗓子 就是喉 你就会发现肝不好的人 这嗓子总是不清爽 总觉得里面堵点啥 就这样 这就是肝的 这个肝不好 咽喉不利 另外肝精巡行于两邪 这个我们管这个 管这个地方叫两邪 这两邪对于女性来讲就是乳腺 所以肝不好的人 肝在肝精上有问题的人 乳腺容易发生增生 乳腺容易发生其他的结结等等 乃至更多的 乳腺的问题 在中医看 它就是走在肝上 所以你会发现 按生气的女性 乳腺容易发生结结 也乳腺容易发生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肝精还走哪 肝精还走腹腱去 就是我们这个盆腔的这个两侧 沿着子宫的两侧往上走 所以那子宫两侧是什么 那不就是鼠卵管和这个卵巢吗 所以它寻行于那 而且肝精啊 还是唯一一个绕行生殖区域的 生殖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经络 所以你就会发现 它跟人们的这种生殖发育的 这个功能也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你去看到这个肝精有问题的 这个女性 子宫容易有肌瘤了 卵巢容易有囊肿了 卵巢上容易长一些东西了 大多数大家你们可以去生活中 你们生活中 如果有这样的老同学老朋友 你也可以问问她 如果她有这些个瘤子 那你就问问她 你是不是家里容易生气啊 然后你会发现 它总是有一些个 没有发出来的气 憋在心里 憋出来的 可能她跟她婆婆关系处不好啊 可能她跟她这个老公的感情也不好啊 或者说孩子让她生气啊 她都容易最终闷在心里 不发出来 积累 积累出来的 这里其实中医也有相应词 叫争甲 争甲 争甲这个词很复杂了 我就不写了 它这个争甲什么 就是气憋的瘤子 包括现在有这个甲状线上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熬夜的人啊 熬夜的人 脾气急的人 容易甲状线上 长这个节节也好啊 长什么暗躯啊什么等等也好 其实它也跟这个有关啊 那这都是啊 易怒 抑郁 压抑 都和肝相关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啊 就是我们这个肝区的震动 因为今天在这里面 我是用的这个 这种小的麦 大家听不见了啊 听不见 然后呢实际上我以前在线下讲基础班的时候 我都拿那个麦克风啊 我都可以给你大家把这个肝的边界给你敲出来 是吧 你上面听的是肺 往下走 你就知道肝的边界到底在哪 其实就在你右肋的下方 在肋骨的后面 下缘没有肝脏摸不着肝脏啊 正常的人下缘摸不着肝脏 但凡下缘 股的下缘能摸到肝脏 基本上这个人可能肝脏就肿大了 要么就是特别瘦高的人啊 坠下来能摸一点啊 而肝脏功能不好的 大家你注意啊 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把这个左手的手掌垫在右肋的下部 垫在右肋的下部 然后拿这个右手的拳头 然后来敲 敲这个左手的手背 肝不好的人 这里面震的疼 肝脏有这么多的问题 肝脏又这么脆弱 肝脏又这么沉默 那么我们这个肝脏 就需要更多的营养来养护 因为你知道肝脏是蛋白的合成中心 而肝里面的这个蛋白 又是频繁要更新的 它合成各种各样的蛋白质 而这个里面这些蛋白质它的寿命 注意不是不是长命百岁的 肝脏里面合成的这个蛋白质的 它们都这个都有长短不一的寿命 有的甚至短到几分钟 那么几分钟可能就换了一波了 所以大家你去想 你就算补充了优质蛋白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肝脏 那你那个老的煤替换不下来呀 替换不下来 那你还能够很好的 能够维持良好的代谢吗 所以你这就理解 为什么肝不好的人就容易疲倦 因为它的那个蛋白质 那些煤无法及时的更新 不能更新 所以它就没法 那个代谢力不行啊 所以它就疲乏 倦怠干一点就累了 怎么走一会他就累了 这就是这个原因 另外呢 我还特别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肝功能不好的时候 我不要再多吃蛋白质了 你就是去医院 医生也会跟你说肝功能不好啊 不要再说吃蛋白质了啊 没错 一听这句话 大家就很担心 我早些年在这个一线工作的时候 很多人就搞不清楚 那人家不让吃这个蛋白质 那我还能吃这个 这个这个我们的蛋白粉吗 大家注意一定记住我这里的第二行话 第二行字 是吸收率越高的蛋白质 对肝脏的压力越小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你吸收率最高的蛋白质 百分之百的蛋白质 对肝脏的压力才是最小的 所以当他肝脏有问题的时候 他应该控制的 是他食物的那些非幼质蛋白质 他不应该再胡吃海塞了 对吧 咱们还有很多 你我记得我以前在那临床 好多那个病人的家属 就是哎呀 现在他这个住院了 他这个肝硬化了 都已经快不行了 我就给他 他爱吃我给他做点什么吧 我记得我有一个病人 女性 家里就知道 就爱吃这个羊肉馅的一个肉丸的饺子 都肝功能不行了 偷偷的背着大夫 偷偷的包了饺子给他送来 结果一顿吃了26个 他的肝功能最多一次性 只能处理10个羊肉馅的饺子 可是不 家里人无知 你让他吃优质蛋白不吃 结果就是要给他吃他爱吃的羊肉馅的饺子 一顿吃了26个 26个饺子下肚 我连夜抢救他 那就是肝昏迷啊 他那个蛋白质啊 代谢的那些氨基啊 代不出来啊 结果那些氨基转化成毒素 在体内里整个就是肝昏迷 胡说八道就是这种昏迷的 所以你要控制的 不是百分之百的优质蛋白 而是吸收率不高的略质蛋白 那么什么是吸收率百分之百的蛋白质呢 那这不就是大豆分离蛋白吗 大豆分离蛋白 我们明确的就是PDCAAS等于1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它的吸收率是百分之百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第三一个就是说因为肝脏要解毒 所以肝脏解毒的时候怎么解毒 就好比说咱们今天肝脏啊 它也是个垃圾的焚烧厂 是吧化工厂嘛 它也有垃圾的焚烧 而焚烧这些垃圾就必然要产生黑烟 那些黑烟就是自由基 所以肝脏的解毒必然就要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而这些自由基如果不能够被及时的杀灭 对肝脏对肌体也都是一个有害的毒素 那说到这你就知道了 那我们怎么护肝啊 对吧 那你就知道要消灭自由基啊 要消灭自由基 那么谁能清除自由基啊 这不就是我画面右侧的这个圆化氢素和萝卜流干吗 对吧 这个圆化氢素是自然界当中抗氧化力最强的天然植物提取物 所以你今天讲护肝片 有好多年轻人啊 我也接触很多年轻的消费者 他们对这个葡萄籽提取物有感觉 觉得这个东西能够抗氧化 能够这个美白 能够对它好 所以他们出现我想买点葡萄籽提取物 其实我想说我们这个护肝里面不就有葡萄籽提取物吗 对吧 你干嘛你还去专门在单独再买一个葡萄籽提取物呢 我这里不仅有葡萄籽提取物 我还有西兰花提取物 西兰花为什么会对肝脏这么好 在减脂减重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这么强调去吃这个西兰花 当然了我们这里面 我们的这个护肝里面的这个西兰花 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日常在菜市场买这个西兰花 因为我们的这个西兰花 是我们做了三百多个西兰花品种的筛选 在最终在地中海沿岸筛选出来的这个品种的西兰花 它的那个花里才有丰富的这个解毒的萝卜流干 我们日常吃的那个里面它没有 它那个花里没有这个成分 所以我们才提取的它 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是个青色的食物 你就记住绿色的食物就会养入肝 这是中医的观点 这不对对您也有好处吗 你干嘛只吃一个葡萄籽呢 你就用这个护肝不很好吗 是不是 另外还有一个勺药干草 这个勺药和干草 大家一听呢 好像师长试个中药 试个中药也挺好 但是对于这个勺药加干草的价值 大家可能就理解的不是那么深刻 我要告诉大家 中国这个勺药干草第一次出现 是在1800多年前 张仲景里的《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里面的这个 张仲景的这个勺药干草汤 从哪它发明了以后 1800多年来 历代医家都依据勺药干草作为护肝的祖方 它不管在它的方子里怎么加东西 它也许加个党参 它也许加个当归 它也许加个狗血 它都可以加 但是药想护肝万变不离其宗 1800多年来 基本都以勺药干草 这个为核心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价值有多么的重要 而且我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国家呢 有严格的保健品的这种相关的法规 日本他们其实也比较认同中草药的这种理念 而在他们海外的一些认同中草药的地方 他们实际上是把这个伤寒杂病论里面的 一些重点的这个组合和药对 直接拿出来都可以不用测试去做保健品的 所以大家你就知道这个组合它不是随便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中西精粹专业护肝 这是我在2015年 2015年我刚刚做专业支持的时候 就是跟同事们一起不断的去研导 我想怎么能够凸显 大家就认为是怎么能够凸显我们的这个护肝的优势呢 其实总结的这八个字 我也希望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的我们各位安利的伙伴 一定能够牢牢的记住我们中西精粹专业护肝 这八个字 里面有勺药和肝草 这是中医的 那么同时我们不光局限在中医 我们还有现代营养素里抗氧化性非常强的 解毒作用非常强的圆化青素 来自葡萄籽的圆化青素和萝卜流肝 所以大家一定对它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那么而且这里面我们是有实验来去做证明的 大家通过这张图表 你就可以看到实验组明显可以减少肝脏自由基的产生 而且右面这个图表 我们大家都知道肝脏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抗氧化的酶 GSH就是骨光肝钛 这是肝脏里重要的一个解毒酶抗氧化酶 你会发现它的水平提高了59% 今天有的人还愿意用点多用点什么骨光肝钛 说这个骨光肝钛能美白等等 而你都不用额外再用什么骨光肝钛 你就用我们的护肝的这个方 这个组方 这个组分 你都可以让你的肝脏里面 就产生这样的上氧化的 美白的 就是这个养护你这个周身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有益的这个酶 那你干嘛还费那一道手呢 是不是 你还外面跑出去去找骨光肝钛干嘛 你就用我这 我就能够让你体内产生更多的 多60%的骨光肝钛 对吧 然后这有一个 就是脂肪肝 大家一说护肝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出去一找到什么干硬化的 有肝炎的 或者说做了肝功能不正常的 你去总是去找这样的人 但是你说我们身边有多少脂肪肝的人在期待你的帮助啊 他极需要大家给予他帮助 他现在还没意识到自己这个脂肪肝对自己将来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而我们这个护肝的组合明确的都有脂肪肝的这个变性的实验 这是个病理切片了 大家你可以看得出来左边这张图红色的点是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染色的脂肪滴把它染成红色的 大家你就可以看到了 那个脂肪滴遍布在那个肝脏里面 中间那个空白是什么 中间空白那段是血管 周围的肝组织那都是脂肪滴 你布满了对吧 这是对照的 然后你再看用了我们这个护肝组合的 用了这个护肝组合 你再看实验组里 那里面不是没有红点 是你那个红点不明显 大家你看减少了多少 几乎你不用仔细看 你不拿眼就离近了瞪着看 你都看不见里面还有红点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组合对于这个脂肪肝的这种养护的保护的这种作用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病理的一个实验的切片 所以就不是随便说 而这个是有足够的实验的去证明的 好了 说完这些 那么大家 除了这个护肝的组合以外 其实今天我看到很多人也意识到B族维生素的重要性 没错 B族维生素是能量代谢中重要的辅酶 因为肝脏是一个代谢的大工厂 所以它在那里面需要大量的这个B族维生素 我把B族维生素比喻成 如果你把肝脏想象成是一个有着很多生产线的这个大车间大工厂 我说B族维生素 有点类似像是这个机器的这个生产线的这个机油吧 这样理解可能稍微切切一点 贴切一点 像机油一样 每条生产线都需要 你蛋白质代谢也需要 脂肪代谢也需要 碳水化合物也需要 同时酒精它也有能量的产生了 虽然它不能够让我们去工作不能做工 但是酒精也能产生能量 它能产生热量 游离热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喝酒的人特别要注意B族维生素的补充 因为喝酒也会消耗大量的B族维生素 那在这里 往往有的伙伴就问我了 说你看这个张旭老师 咱那B族建议一天吃一粒 我说咱是这样 说如果你在生活当中 你注意了 你注意了B族维生素的补充 你也注意了 不那么吃精米白面 你还吃了粗米 你还吃了这个古薯类 你还吃了这种粗质的这种豆类 那好 我觉得你均衡了 那你一天 你可能补个B族 补点B族里面有烟酸 是不是有叶酸 那你也不错 但是你可别忘了 今天有太多的人 已经把少吃主食当成了一种健康生活的习惯了 姑且不说少吃主食不吃主食这个观念对不对 当然我在这表明我的观点 我认为你少吃是可以 不吃是肯定不行 你就是少吃 其实主食里富含B族维生素 一些动物的内脏里富含B族维生素 蛋黄里富含B族维生素 你会发现主食现在大家也讲究少吃 蛋黄也讲究少吃 动物内脏那更是讲究不吃 那你这B族维生素从哪来呢 你就可想而知 你再加上你喝酒 你再加上你出汗 你再加上你运动 你这体内的B族维生素的缺口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自己的感觉非常大 非常大 所以为什么我们特别主张大家 你这个控制饮食 你还是要用代餐来控制 不能单纯的指示我少吃了饭 这是不对的 你少吃饭可以 但是你控出来那个量 你要用代餐 因为代餐里面 我们做了各种营养的搭配 保证了你各种基础营养素的 密切的这种配合和均衡 所以大家 我就在这多说一句吧 我觉得这也有利于大家提升 对于代餐的这种相应的认知 那好了 我刚才说了这么多 是吧 又有勺药 又有甘草 又有萝卜流干 又有圆花青素 又有百分之百吸收的优质蛋白 刚才我还讲了这个B族维生素 大家就知道了 原来这么多的营养素 都对这个肝脏有好处 没错 那么我在这里 我说完这个 我说完这个 对它肝脏有好处的营养素 那么我还要再多说 多啰嗦几句 啰嗦什么呢 是啰嗦说 你别忘了 你除了这个核心的组合里面 它有B族 有蛋白 有护肝的 没错 但是你可别忘了 你可别忘了 你如果要是应酬喝酒 你那个酒从哪进到你体内的 对吧 所以我跟我们同事 我就说 他说我今天晚上要跟老同学去喝酒 我今天有20周年的 什么10周年的同学的聚会 我要喝酒 或者说我今天要去参加一个什么婚礼 或者是生日宴要喝酒 我说你这个时候 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来点护肝片 我带着 或者你能不能给我来点B族维生素 我带着 然后我总会多给他这一包宝贝 我们不是有那个宝贝的吗 还说你给我这干什么 我说你这酒难道 难道只有进到血液里才对你是伤害吗 我说你这酒难道不是先进到你的胃里 先通过你的食管进到你的胃里 然后带到你的肠里 才被吸收到肝脏的吗 所以在应酬的时候 我就说 我说你一定要有这么一个组合 什么 就是一要互胃 同时还要护肝 刚才我说的这个护肝的组合 你当然要注意 这里面那么多营养素 你是要注意的 没错 但是你可别忘了 你还要保胃 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合 你现在你拿个笔也好 拿个本也好 我觉得你要记下来 要先用保胃 然后再用护肝 这是你在应酬的时候要做的一个组合 当然还要加上壁足 然后再有一个 我刚刚说了 我说护肝的人 这个肝不好的人容易熬夜 熬夜容易伤肝 这是个互相影响的过程 那么当这个人熬夜的时候 那我有什么东西能够在睡眠上帮助帮助他吗 所以大家你就别忘了 B足维生素当然也能够这个营养神经 因为B足维生素 它影响我们那个神经的那个表层的那个绝缘皮的合成 那还有钙啊 钙也是 钙和美都是舒缓神经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 如果一个人缺钙 他其实他也会产生这种情绪的 包括肌肉的这种抖动啊等等这些 所以这个钙也不能忽视 那好了 说到这儿 我要特别的跟大家再强调一点什么 我发现 大家特别容易忘的 就是这个睡眠 我们叫睡眠片 学名叫备义书啊 是吧 我呢 觉得大家呀 为什么把这个睡眠片 都大家给忘了呢 是因为大家把这个睡眠片 都当成这个这个安眠药了 所以就觉得说说我不需要吃安眠药的人 那我就不想 我就不吃这个睡眠片 啊 那个学名叫备义书 是吧 所以你看他不我们不叫他 我觉得大家今天啊 我们对这个备义书要更新一个理解 啊更新一个什么理解 他他是改善睡眠的质量 同时他最大的 我觉得应该叫做疏压 疏心 啊 我觉得你叫疏心片 我觉得这个好 为什么这个这个肝脏就是这个肝不好的人 容易睡眠 你会发现他脑子总琢磨事 躺那儿啊 这心里总是事 啊 所以我觉得叫疏心片 你这个抑郁压抑 他也不疏心 对吧 你这家里有点什么事 你就波动 他也不疏心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对他里面 因为要理解成他是个疏心片 不是不要叫这个睡眠片 我觉得啊 因为你一用睡眠片 你脑子里想的就是我这睡眠的时候才吃 平时我不吃 不是疏心你是全天都要疏心 早起你就需要疏心 而这里面你就知道 那个伽巴啊 伽玛氨基丁酸 它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舒缓压力 而伽巴其实有很多的实验是在学生身上做的 因为学生的压力大 所以要让他们吃嘎巴 吃完了以后 他的压力舒缓了 而且那个酸枣仁 我告诉大家 酸枣仁在中医里 他本身也养肝血 所以酸枣仁是很好的一个重要的提取物 大家在这个睡眠上 你要如果说你注意酸枣仁提取物的补充 你也不至于说 如果你真的是补充到位了 你也不至于说天天这个半夜这么这么一两点钟啊 就是我们叫熬鹰了 是吧 所以大家 你比如说尤其像女性啊 羊血 我们有气血 那你都想这样去羊血 你为什么不加一个酸枣仁羊血 酸本身这个味道就是乳干的 它可以滋干血 而且我告诉大家 酸它能够脸 就是在中医讲能够收干 收干气 脸干气 所以啊这样的人他也不容易发脾气 没有那么多的情绪 所以那你那你就看出来说 说我这一天如果你要问我 我觉得大家今天已经注意了护肝 也注意了B组维生素 也注意了蛋白质 好 我觉得我要给大家点赞 没错 那么我希望在未来 大家 你根据这个人是应酬的需求 你还能够注意保胃 我觉得这个我再给大家加一个赞 如果这个人在睡眠方面有问题 你注意了补钙 我再加一个赞 啊 如果你这个时候对这个我们的备义书 就是嘎巴加酸枣仁 这个备义书 你想到了说 你躺在那 你容易琢磨事 啊 你容易做梦也容易琢磨事 然后你这个睡眠质量也差 然后你这个白天也不舒心 啊 又压力又生气 这个时候我要给这个人用一个舒心的东西 那我要给大家加点100个赞 我觉得这个是说明大家对这个大健康的 养肝护肝的 改善睡眠的啊 睡眠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了 对这样的一个方案 我觉得有了一个更新的不一样的认知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